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人啊 哎 咋回事啊 救命啊 死不死 我大胆骂你啊 真 我当主真的不应该那么天真一词吃 干这个气不透好一词去 沈经理好 你好 沈经理好 你好 沈经理 哎呀 沈经理 幸福之书包棚呀 家有贤富 还有个拙撞成账的包北大儿子 你俩现在又容身在酒店里大堂经理 容死心不死恶劣 最拼完了没有 拼完了赶紧忙去 怎么呀 喂 实力 咋了 又说三 实力 妈到底咋回事 妈从楼梯上甩下来了 还挺严重的 大夫 那妈先生啥情况呀 病人刚走完寿司 但是他的脊椎受伤比较严重 后期又可能痰瘫在床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还要看病人后期抗扶胸脸的怎么样 病人刚走完寿司 这几天不该离人 要二十四小时拐材受护 哥 嫂子 妈扎硬了 小琴 实力 你妈这是咋的 这咋回事吗 那妈从楼梯上甩下来了 这刚做完寿司 医生说寿司算是比较成功 但是他年龄大了 有可能后面 下指会痰瘫 尤其是这几天 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守护你 那 那咋办呀 那还要上班 那我还要上学 就刚才 老办非得让我把瘦头活 马王才能来 那和你扫子也要上班 而且石头也要上学 你说这咋办吧 那咋知道咋办呀 实在不行 给马亲了护肱 反正也用不了几天 也花不了几个钱 酸了 这不是钱理问题 医生刚才说了 咱们刚做完叔叔 这钱很重要 要有人好好陪护你 咱们有可能 瘫痪在床上 要不然这样 我去跟老办请假 好好照顾咱们 那咱师父还有上学你 这咋办呀 咱那姐娃呀 要不这样子 你们都忙吧 挖商学的事情 扼来解送 这几天 你妈需要人 把这几天忙完再说 沈经理 你这刚上任 咱们酒店的大堂经历 还有很多的任务 需要你去完成 你这突然间要请 半个月的假 王总 真的不好意思 家里边实在没有办法了 而且 可不过现在的情况 也不太乐管 最近 人家是太需要了 所以 北山消危险 老人里斯大 那你就先忙你的事情 一旦忙完 就赶紧回来 你要知道咱们酒店呀 像做你这个位置的人 很多 老人家 你经常感觉咋样 哎呀 大夫 哎呀 不 不行 我这胳膊腿 咋还不弄东西 就你现在这经受状况 就很不错了 你想从那么高的地方 甩下来 就够可以的 多亏你这儿媳妇 精神照料 谢谢你啊 大夫 些啥一些 我现在这胳膊腿 还不能动 抓紧跟我治疗 大姐 就你现在这经受状况 就很不错了 回去要好好 康复熟练你 老人家情况 就这样了 回去 好好照顾 行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大夫 大姐 性情要放好你 好好配合家人 康复就都快一点 两个都走了啊 大夫慢走啊 哎 你可他在那儿 偷偷摸摸是啥呢 第四不想听个治疗呢 妈 没说你啥 大夫就是啊 让我回来 在五号照顾你呢 那不 来 我给你饭啊 那不吃 那我消遍你 那行 妈要消遍你啊 来 那来 儿 谁是我要消遍你 那要吃饭你 帮我饿的 他不是我吃饭 还是没有消遍你 好饿的妈 你再饱恼了行不行 我在外面都听见 你要消遍你 你 你也下情啊你 那不活咧 好饿的妈呀 那咋能嫌弃你嘛 咱家现在都够乱你了 咱好好地行不行 我不消遍了 你们都和我欺负我 这 我四 马康能在床上探了四眼差点 他心也烦躁 咱要利劫他 他要说就让他说吧 妈 那错了 那错了行不行 回来了 妈睡了 嗯 刚睡 真是酷了你了 妈这平时脾气就不好 再加上现在又这样 摩斯 咱妈不是耽冰着你吗 他心情不好 咱要躲立见你 你真是太厚了 是嘞 咱妈都处冤了 你看 他断四眼泪 也恢复不到能资历 我这请假都快一个多月了 王总那边催了 后几次了 让他去上班 这 这咋办呀 妈现在离不开人 所以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我这边真你不能再耽搁了 你也知道 我干到这个大堂经历之危 也不容易 待遇也不错呀 再说 咱家现在不是 正继续要用钱的吗 我知道了 我想想办法 嗯 哥 你说那有时间灌咱妈呀 我还伤着伴呢 我还一探着死 你让我咋灌 咱妈就剩下你哥一哥 你扫子都照顾咱妈一个月了 哥 你理解还恶好不好 不行 咱就庆个保姆嘛 庆保姆 哥 你想那妹 你只要现在保姆一个月得躲钱 而且 像咱妈 天坦在床里这种 一般的保姆干不料 能干的保姆 咱庆不气 再说了 你这一个月公子不吃不喝 给人家都不够用啊 而且 你愿意一个摸送人 伺候咱妈吗 那你说这咋办吗 那的意思是 实在不行 让扫子辞职在家照顾咱妈 范政坦那也是死人单位啊 你扫子刚挡上去大堂警力 而且 老伴又器重 公子 不必恶底 这 哥 这得再多 也是临死点 人家说开就开了 抹前途 你这在国企单位上班 你说 你一个大男人 也不愿意让媳妇 增钱让家吧 可思 这是你哥的意思 嫂子 你有李健哥哥你 她在国营单位上班 她一个大男人 我可能让你 一个女人家 挣钱吧 但似我这边 工作刚率顺 我真准备 嫂子 能跟她历见你 只是 她不好意思跟你说 但是 她又没有办法 你说 你也不喜欢别人说她 吃乱饭的吧 这庆保姆斯 我也刚给你分析过来 你也说了 不划算 那你说 咱还有啥办法呀 这 嫂子 我知道咱妈 平时对你不好 但是咱妈这情况 现在很需要人照顾呀 哎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 小厨 你俩 自前的误会吗 既然你这样都说了 能不能还能说啥 我就知道 嫂子最同情大力量 哎 你在外表 偷偷不摸 什么啥坏话 是不是不想惯了 妈 你胡说啥呢 我嫂子真准备辞职 好好在我伺候你 你看你真是莫斯赵斯 我嫂子呀 只在我最大的共产 咱呀 得好好感谢她 我一个好活 辞职 你这是要去哪里搞就了 不是姐 王总 你误会了 不过现在偏袒 家里实在离不开人 所以我只能 你这是要辞职 在家照顾她 对 王总 你看圣经那啥不啥 他这明明就是把自己 就我活坑里退你嘛 既然已经决定了 我也就不挽留你了 王总 这你不好意思 我辜负了你对我去再拍 哎 没事 这谁都有无可奈何的事后 你记着 咱酒店的门 永远为你打开着 谢谢啊 小秦 你看你把你妈 照顾得真好 真似辛苦你了 照顾就不好 来 好 妈 来 哎呀 行不行 玩热死的 那姑妈 你跟我妈说话 我去给她做饭去 哎 哎 照顾得好啥的 我看她能讲这几天 她肯定要报复我 你在这胡说啥你嘛 我看人家孝勤 把你照顾得好得跟啥一样 再说了 你以前不是光照人家私吗 那时候才照思 她跟她生了不来就不合适 要学的 我学的 要背景 我背景 哎 她就是一个 从龙村来城的大工地 哼 也不知道咋回事 人家就把我实在给迷糊住的 那就是看不上她 哎 啥看上看不上的 你儿子跟人家结婚 都快十年了 我都上校学了 反正啊 我就是看不上她 她跟她失了 我就是搞怕了 要不然 她这回还不知道在那总没放逐你 那可不一定 你看人家孝勤 人家虽然没文化 人家不是当上撒旧店的 搭堂警力的 人家比你儿子也不少拿钱 而且 人家为了你 人家辞了工资 哎 这样的好儿媳妇 你去那早去嘛 什么什么的 我不跟你失了 我睡觉呀 我也不跟你失了 哎 我跟你说啊 你保安了 现在是 人家孝勤 伺候你你 你不要再游着你我星子 你像干啥干啥去 她过这话舍得对 我现在不能动力 我绝对不能在小学 跟下服装 不然 她以后把我当你名 哎 哎 躺死我呀 你想躺死我呀 是不是 你这个哈欠娘子 是不是想包服我的 妈 睡不躺呀 咋的妈 妈呀 你咋才回来些 你媳妇推你不在 故意找他啊你 把我细绝废梳 你躲躺的 把我躲躺躺死了 哎 妈 睡不躺呀 你们都是不躺 哎 你咋不想想 我的干手呢 光口里自己干手呢 哎 马权睡躺你给舔点凉睡 让马这样汉耗听死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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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 老 老 你 等会儿 你 我 要 你 我一屋子认你 妈现在这看病吃药都得花钱 可本来工资就不高 那就是呛怕死也来不及吧 咱仇也没有用 好好想想办法 和奶会多乖点 不当假不知财迷油盐规 现在是个一个人挣钱 让我一屋子认你 你知道个仨 还有啊 马现在冰着你 你顺着他的心子来行不行 不要一天让他大吵大闹的 这斯林听见他不嫌消化 我上了一天的班来 我想请请请请 再把饭过来 小秦 王剑 你这是弄啥 这不是一家鞋子摩斯干吗 我看咱需要去垃圾斩 用一些可回手机垃圾 所以 我怎么把这些 像换了零钱用 哦 对着对着 换了就死钱 也能定金多拆钱 嗯 那是这样 你以后这次见着的话 我把我能用的 直接给你放在我路里口 你再到一块去买 那谢谢娘王剑 行 也别跟我哈拉 那你妈妈坐了啊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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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你扫子我就是故意 抱负我 哎呀 妈 你不要忽视 你敢捐个扫子 把你照顾得耗着你 你看这房子收拾得多干净 那像一个冰人的房呀 我接门呀 就没有闻见过有啥意味 你们都是我的不是 我是撒花 你咋就不相信你 你要知道 你扫子你哥结婚的时候 我特别反对 他肯定还记恨我呢 妈 那谁让你的时候 把事情做这么绝 不让他两口接门 还是我扫子怀孕了 你看他孙子的面子上 才让他结婚 那就算我现在知道错了 能咋样吗 你再看看他 设是招工啊 我就背了个好名 你看 我一天天都不在乎你 我一个人在家 我还不死流算的你 我刚回来的时候 我扫子还在呢 就是跑那起来 你现在再小心点吧 我都不知道 我庞大光起了 那也有这感觉你 不知道他一天在忙仨 动不动就不见人硬 那一回我马就在苦 你舍 交个咋办 哥 马是咱的马 没有人比咱更心疼他了 你要让个少子知道 他的所作所为 你都是知道的 你能验整整的看着马 被人欺负 你是打儿子的 任性 这个时候不能心疼受软 改问的必须要问 你要不好意思问 那把你问 来人了 咋回事 救命 是不是少子大胆骂你 妈 妈 你这儿呢 妈 这儿呢 来 你再来地上去 快快快快 来 等一号 等一号 来 一二三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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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妈 我扫子人呀 她不是照顾你嘛 她旁大起来 她咋能让你一个人 躺在地上 没人贯 哥 这就是你好媳妇 你让个咋舍你好 谁来了 你俩这次咋了 你刚擦起来 我姐在娃方学 这都几店了 你姐娃方学 我看来校曲垃圾在 又好多靠回手机飞片 我这几天 把这些飞片都占到一块儿了 姐在石头方学去死后 我让娃方把忙 送到那个回手机 卖了二倍多块钱 这一天算了 我能够 够了 谁让你去捡飞片了 这还不够丢人的 嫂子 我等娃天这么辛苦的伤疤 你就在我招看下咱马 你都能让咱马 从床上摔下来 还娃天给他练说他 对得亲哥哥吗 三 咱马从床上摔下来的 行了 行了 咱老假行行的 行不行 那求你放过马 行不行 用马 以前对你似不好 但是你不要反复 报复他行不行 难道你没认为 我对女队吗 那不敢说女队 那回来识此 把子马都在哭 今天马甩到了 半天莫人惯 死你一炸将 这是不是虐待 实在 别人不关咋样说 能个都能容忍 现在连你都这样认为我 那我用实实说话 实实证明就是这样子 你还不承认 扫子 扫子 我们有啥意思 我们就想告诉你 咱马已经这样子了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折腾咱马了 好不好 不行 您们这样说 我妈妈 当时我求人 不要下岁 我当时真的不应该那么甜蜜的辞职 干这个处理不太好一次去 你干啥去 秀琴 秀琴 哎呀呀 秀琴 秀琴 疼死了 妈 我那用力了嘛 你啥这一点最都受不了你嘛 哎呀 行了行了 不差了 没穿没重的 不差就不差了 人家 我姓筋 打电话呀 打电话的不接 你看看 这还有脾气的不行 这自己做错的事情 还不让人舍了 爸爸我要我妈妈 你妈不急啊 用奶奶你 我不要你都怪你 要不然我妈妈就不会走 你是个坏奶奶 叫你那首话你 谁叫的 你熊娃干啥吗 娃又不知道啥 你赶紧说明天咋办呀 咋办咋办 咋办咋办 还不是的算的 我就不拖累你们的 我不活的 哎妈 你是要杀你吗 谁嫌你拖累了吗 咋还不回来你 给钱弄杀你吗这是 哎呀 哎呀 哎呀好呃的狗 你咋才回来呢 老板哥打了好多电话 让个伤疤去呢 哎 你为恶的家好呛 最近胆围靠和你 那舍了半天才呛下你家 我扫子扔你 打电话不接 发断信不回 你看看你看看 这关键时候掉链子 哎 塔这实际上咋武里人 围着塔转你 哎 我 这 跟个吵劲奏 我 你干啥 接着上班啊 尤其是你 跟我吵劲奏 哪怕今天不上班 哪怕你被凯除你 实际 该说的 我也都跟你说了 你问问你吗 是不是人家小婷 约待你吗 我约待 我就是怕他击黑我以前 那样子对他 所以 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要让他知道 我现在虽然不能动 可是 也不能让他随便欺负我 妈 你糊涂呀 你这不是跟饿舔乱你吗 妈 我嫂子没有虐待你 你为啥烙羹的时候 他对你这不好那不好 你这不是跳过妈妈关系你吗 就你最讨厌 你一个当女子的 照顾过你妈几回 你有三四个说你嫂子 把你搁这个家 叫和三来 你就心安了 都是恶糊涂 他俩也不知道事情 你就是糊涂 不过你以前 咋样子对孝琴 人家孝琴这一次 人家是不是为了你 人家把工作辞来 人家为了不帖家用 人家不干奏院 就在这个校区 人家见垃圾们 你说这样的好媳妇 你到那儿去照去 我看你这把府 哪决提你 过 昨晚上 孝琴在俺家里 你们打电话 发伪心 是我不让接 不让回 我就要知你们这毛病 过 那孝琴现在在那儿呢 孝琴 我决定了 叫孝琴去参加工作 你自媒俩 轮流着伺候你嘛 这样子 你不是都安心了 不行不行 我不要他俩伺候 毛手毛脚的 没有孝琴伺候的好 你还知道 我 我不能辞工作 我这工作一次 我咋办呀 我这 我这辞工作 我像酸 酸啥回事嘛 你听听 你听听你这俩娃说的话 你在想想人家孝琴 我再要是你呀 我就找个地方 转下去了 孝琴 不是妈的错 妈不应该找你的事 孝琴 孝琴 唐姑 你给我把孝琴找回来 我不能没有他 我要给他道歉你 妈 孝琴 对不起您啊 妈 我思量 以后咱们一家人 好好地生活 嫂子 对不起 多管那是死飞机 嫂子 你打个吧 实验 不是 把咱妈从窗上甩下来 我也有错 不不不 那时我不小心 与你没关系 你拿来 妈 对不起 什么没有把你照顾好 孝琴 都是妈不好 你能原谅妈不 妈 咱们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以后咱们一家人在一块 齐心协力好好过日子 好 我的话呀 都是妈的错 妈 我看不见了 你 好 好 俩 这样我会看不起你 你 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你刚看不清我 没有 没有 你有 你现在就有 你就是我的希望 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 张警令 你拿错 你还真当个卖题份呢 拿错